当地时间二号,欧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外长会,这也是欧盟外长会首次在欧盟境外举行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,欧盟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资金支持,并将推动乌克兰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。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泽表示,相信这次会议将加速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。